各位师长以及各位贵宾 还有我们今天参与的同学们 我们面向我们的就是镜头 我们说一下数位创新智慧彰化赞 那我们还有那个椅子下面的 有手牌的校长们 以及我们后面我们也拿出来一下 只有第二排有 没有的就假装有好不好 好来我们看一下前面 好 数位创新 智慧彰化 好 我对这位摄影大哥的镜头非常有兴趣 对啊 他就是快闪了 不愧是我们新闻处的 好 好 那在这个大合照之后呢 我们今天的重头戏 当然要邀请我们人气超高的唐峰政务委员 那他是被传说为台湾十大电脑高手 但是他自己很谦虚的说不是 那但是呢他是台湾的自由软体城市设计师 跟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数位政务委员 那曾致力于多项专案的开发维护 是Haskill跟Pearl的社群领导者 也是GOV临时政府核心成员 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的来邀请到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峰 以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 我们的数位社会创新为主题来进行分享 那现在呢我就不多耽误时间 因为我们的slido上面 已经有非常多很奇怪的问题都上去了 那我们也期待呢 今天的早上 我们可以跟唐凤伟委员 碰上出科技的火花 让我们一人为掌声来欢迎唐凤伟委员 这个 好 大家好 有1.5公尺 2公尺 好 口罩可以拿下 OK 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然后也非常高兴看到slido上面已经有七个问题 那有些朋友可能刚刚才进来 所以我还是讲一下今天的互动的方式 就是是靠大家留言跟按赞来决定我要讲什么 那荧幕的左上角有一个QR Code 那我们刚刚有测试过 应该到后面几排都还是扫得到 那如果真的扫不到也没有关系 就是麻烦到一个网站 叫做slido.com slido.com 然后输入01214 简号不用输入 也可以到同一个留言的地方 那这个的好处就是说 它上面的问题呢 都是匿名的发问的 所以呢也不需要这个举手发问的时候 好像有时候都会打个六七折 是想到什么就可以问什么 那第二个好处是说可以按赞 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已经扫到的话 也可以为上面已经有的这七个问题按赞 按赞的数量越多的 我知道说大家对于这个问题就比较想听 所以我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回答 那按赞的数量比较少的呢 我最后会用比较少的时间来回答 但如果问题真的太多的话 那有些按赞的数量少的呢 可能就没有办法回答到了 在这边也先跟大家道歉 那不过这也是要拉票 就是我左邻右舍拉票的一个很好的理由 那最新的问题会跑在右下角 所以有一些追问啊等等 也都欢迎用右下角的这个地方来进行 那我们中间应该是不休息嘛 对不对 然后大概一小时 可能四十多分钟的时间 那完全是由大家所问的问题 来当做我演讲的这个大方这样子 好 应该都有扫的到或者进的去吧 那如果没有带手机 或者是没有办法连线的话 当然一个可以请你坐你旁边的朋友 帮你输入 那二方面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举手 因为这边好像有数位麦克风 就是不止一个麦克风的意思啊 那所以就是大家都这个举手发问的话 举手的优先顺序 是高过荧幕上面的优先顺序 那大概是这样的结构 这样OK 好 那如果OK的话我们就 其实刚刚讲这么多就是在等这个话 没有 OK 讲这么多就是要再等大家投票啦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大家这个投票 其实已经很快的就分出 就是非常多人想听的跟比较没有那么多人想听的 那这个其实本身也是一个社会创新 就是靠着大家的参与 然后来让大家公共利益能够提高 来做一些对大家只是有帮助的事情 那这个也是算是一种体验吧 那有70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在数位的社会创新底下 怎么样让弱势的族群能够跟得上时代的脚步 那这个其实就是跟我刚刚在开场的时候讲的一样 说如果您没有带手机或者是没有办法输入的话 那你的左邻右舍可以帮你忙 就是说我在日本 有人把它叫称IT大臣嘛 对不对 IT大臣这个概念 就是完全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我其实一直都要跟日本的朋友解释说 在我们这边 IT它指的是资讯技术嘛 那但是数位社会 其实讲的是人跟人的连结 它是建立在IT 就是机器跟机器的连结没有错 但是我们主要在讲的是 怎么样透过这种IT技术 把人跟人之间连结起来 这个才叫做数位 那当然另外大臣的部分 也不是这样子嘛 因为我们没有国军嘛 哪里来的大臣 但是anyway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一次在做数位的社会创新的时候 我们问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它有没有inclusive 有没有含荣性 有没有包容性 有没有一些本来没有投票权的 可能它才16岁15岁 因为这些数位社会创新 好比像说线上的电子连署 那它也可以想办法去连结到 别的有投票权的人 然后呢跟它一起来倡议 好比像说塑胶吸管逐渐的禁用掉 这个珍珠奶茶 这个变成不是用塑胶吸管来喝了 这个就是一个社会创新 而且真的是一个16岁的一位高中生 他当时发起这个连署的时候 一下子这个可能几天之内就5000人响应 那我们当时也是因为这像slido一样 它用的是笔名啦 它叫我爱大象大象爱我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是谁 那我们就脑补 觉得说一定是环团的大佬 才能够瞬间有5000的人响应 一呼百应 那但是呢 后来我们面对面跟他开会 发现真的16岁高一的学生 然后我就问这一位王宣如说 那为什么你要提这个案子 他说这是我们高中的公民课的作业 那也就是他的老师 告诉他们的学生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联署的平台了 那可不可以提一些想法 然后去争取大家的支持 那所以他是很认真做这个作业 然后当时看到什么海龟 什么脖子卡了吸管 什么之类的那些图片 所以他就结合了一个叫 不素之客 塑胶的素的这个社团 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 本来比较没有参与权的 不管他是年纪特别长的 或者是年纪特别轻的 本来可能没有我们的国籍的 或者是说本来没有住在我们 就是国土里面的等等 这些朋友 但是无论如何 他还是都会有些想法 对我们有一些帮助 那我们数位社会创新 就是试着让他们结合到左邻右舍 就是能够同情到他们的想法 但是又有发言权的一些朋友们 然后尽可能快速地把它结合起来 我再举一个例子 好比像说 我们之前有推行过一个叫做 口罩式实名制的系统 那这个系统 最一开始在1.0的时候 其实我们收到的那个专案的说明是说 必须要防止囤积嘛 然后去侦测重复购买 那所以其实第一个提上来的这个计划 并不是在药局 而是说要求大家在便利商店 因为当时主要是在便利商店 最早的时候嘛 2月1号的时候是在便利商店 在便利商店只能用行动支付 或者记名的悠悠卡 或者一卡通来购买 那这个也是一种实名制的方法 它也可以侦测重复购买 而且系统的建制比较简单 那但是呢 我们当时就发现说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长辈 都很习惯运用记名悠悠卡 虽然理论上 记名悠悠卡也是一种记名悠悠卡 但是很多人没有这样子的习惯 那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他没有这个习惯 而且又不是说 他那么信得过的这个超商店员 就是来帮助他的话 那他其实不一定会有那么好的 就是想要去买 或者是想要好好戴着口罩 等等这种做法 那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达到75%的人 有去买 有戴口罩 有亲戚手 那其实防疫就破功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说 那不如去找说 连续慢性厨房签 这个就是长辈们非常习惯的一件事情 总是有他信得过的 在地的社区的钥匙嘛 那我们就是用类似 连续慢性厨房签的方式 来发口罩 那虽然看起来好像比较没有效率 但事实上呢 他对这位钥匙的信心是比较足够的 而且要是跟他说运用健保卡可以做各种各样子的事情 那也包含是说怎么样子去领导口罩等等 那这样子这些长辈们学会了之后 他可以一传十十传版 也可以去教别人 而且就是家里的人比较信得过说 这个长辈我把健保卡给他嘛 但是如果说我要把我的手机包含密码 给我阿嬷说帮我去买口罩 这个好像我有点做不到 对 那所以总之就是说 它是一个很限定的授权的方式 但因为是建立在大家现有的这种生活形态上 所以这样子的话 有些所谓的弱势族群 反而它是强势族群 因为其实在我们家里面 大概没有比我阿嬷更知道 怎么样去药局 去拿这个连续慢性处房间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未必它一定是强势或者弱势 而是我们是让科技来配合大家的习惯 而不是要求大家的习惯 一定要改变来配合科技 这也就是为什么 其实在线上有很多类似的提问软体 但是我现在还是以Slido为主 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 它不需要你下载安装任何APP 你唯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扫QR Code 那扫QR Code呢 因为就是很多人有用过Line 所以我就会跟大家说 你用就是家朋友的那个地方 然后对着这个QR Code 它会冒出一个小视窗 然后按它就可以了 同样的也是建筑在 大家已经很习惯的 这些数位的习惯上 那这个是类似小阶梯教学 就是说如果你每一步都是 一天之内可以学的会 而且学的会之后有成就感 那当然就是明天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然后呢也很容易拿去教别人 大概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来所谓的这个跟上时代的脚步 有71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那么自学最困难的地方 是哪些这个很好的问题 我先定义一下自学 自学通常我们的意思是自主学习嘛 就是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学习的方向 那最困难的地方其实是找到那一个方向 我们以前就是这种分系啊分科啊等等 那像在我小的时候还没有生活课程啊 都是这个美劳归美劳啊 艺术音乐什么之类之类 每个活动归个别的活动嘛 那就很像是就是天上有各种不同的星星 但是已经那个星座都已经画好了 那所以就是现在这几堂课是这个星座 另外一堂课是这个星座等等 那大家的方向都一样 那自学就有点像是说 我要先脑中有一个想要解决的问题 或者想要做的专案 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要一个purpose 要一个目的 那这个purpose呢 是引领我去的那个方向 那个方向旁边的星星 我自己把它组成一个星座 所以我不管说它本来是在什么学门里面 反正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它就自然变成这样子一个新的星座 举例来讲 好比像说我自己在14岁的时候 我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说 为什么我在线上 就是碰到很多研究人员 那他完全不认识我 对他来讲我只是一个email 那他发表的一些论文呢 也不是真的已经到了期刊上 还在那种同差审查的情况 那但是呢 我只要写个email过去 关键字一对了 他马上推心致富 就是不只是开始跟我一起做研究 我当时的科展就是这样子 写信给不认识的研究员做出来的 而且呢甚至呢就是他自己 现在心情怎么样啊 就是把我当成很好的朋友 然后莫名其妙就在线上开始聊起来了 那这个叫做Swift Trust 就是隔着荧幕 大家会很容易地脑补对方 然后很容易相信对方 反而是见面呢 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才能够收到这种程度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社会情况 那当时1995年的时候 其实没有一个单一的学们在解释这件事情 所以我如果想要探究说 为什么人隔着荧幕很容易相信彼此 那我就必须要去学 好比像说心理学啊 社会学啊 当时新的一个概念叫那个整合式 融合式认知科学啊 那但是也包含使用者体验设计啊 也包含就是我们在网路上面的这一些 我们叫Internet Governance 网路治理啊 所以这个又跟公共行政有点关系 等等等等的七八种不同的学门 所以在当时呢我就告诉我的校长 当时是北镇国中杜惠萍校长 说我想要感兴趣学的这些 学校里面都没有教课本里面 也不会写这些东西 那除了就是自己去做研究 甚至创业之外 其实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学这件事情 那但是我一天醒着的时间 就那么16个小时 我一半都要卡在这个国中里面啊 那所以就问一下校长说 那可不可以说我就自主学习 那但是因为他已经听到了 我想要做这个题目 他也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意思 那而且他也了解到说 他本来以为说 我一定要念高中念大学 考个GRE什么 然后到国外当个什么博士后 才能够跟这些大师们一起做研究 但是我就跟他说 你看人家都回我email了 那所以他本来那个论点 也不是很站得住脚 那所以呢他想了大概一分钟 然后就说 好了那你明天呢 就不用来我们国中了 那教育局那边呢 我帮你处理 那所谓的处理 就是伪造文书的意思啊 那不过现在追溯期已经过了 所以还没有关系 那所以在当时这个 我的那个中二的 就literally过中二年级的 那个心灵里面啊 就种下一颗种子 就是说原来我们公教人员啊 常任文官啊 是全世界最创新的人啊 那就是因为有这么良好的经验 所以这个感觉到现在啊 我还是觉得说 我们公教人员是 就是全世界最创新的人 因为有一个那么创新的校长 那所以最困难的地方 就是找到这个purpose 把这个purpose讲出来 而且能够说服旁边的人说 这是一个common purpose 就是对大家都好的 大家都能够去辨认到 他的公共利益的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们现在 这是我的办公室 人爱路三段99号 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他就是去试着找到这些purpose 然后把它用 大家都能够听得懂的方式 来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所共用的 就是全球永续发展目标 一共有17个purpose 那当然如果看细项的话 有169个细项 那这边如果是做USR的朋友 应该很熟悉 因为每一个USR计划 都必须要扣合到永续发展目标 那造成大家困扰 很抱歉 这个是我害的 那但是就是因为 我是算是读到USR的证伪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在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就可以告诉大家说 这个purpose没有那么难找 虽然说这17个既不是特定的部会 也不是特定的学门 但是呢 只要当我一讲出来说 那我现在感兴趣的事情 就是刚刚讲Swift Trust 17.17 怎么样子让大家更有效地建立伙伴关系 17.18 在这些伙伴关系里面 怎么样累积出彼此都可以互相相信的资料 好比像说药局可以相信大家把即时的口罩存量嘛 公布出来 17.6 怎么样做一种开放式的创新 不受到好比像说专利权的限制 所以像韩国那边觉得说 我们也要来做口罩实名制的时候 他们就不用从头开发起 他们的第一个口罩地图 实际上还是我们台南江明宗做的 虽然江明宗不会讲韩文 但是他会讲JavaScript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就可以帮助到韩国 那所以这个一个共通的这些字眼 就很容易地让全世界的朋友 在决定自学的方向的时候 说出自己的Purpose 而且一下子就可以去看到全世界的这些 在做同样事情的朋友们 那所以像这个地方 这个足球场 它也是喜憨儿朋友们画出来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世界的时候 也许我看到的是很多那个城市嘛 绿色的城市嘛 从天空掉下来 这样子 那但是就是显儿朋友们看到 它可能是它的拓谱的几何的联系 所以当它画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会稍微超越本来学们的那种 就是Silo 古仓式的想法 而是变成是说 大家看到这个之后呢 就会我们有个讲法叫脑洞大开 就是自己就是变成 进入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方式 比方说像我看这些 这个置物架 我就觉得它只是置物架而已 可以放一些看板啊 什么之类的啊 这个大家看到都是这样子觉得嘛 但是呢 就有这个国外来的朋友们 一看到这个写汉儿的这些公共艺术之后 他们就马上认为 这不是置物架 而是攀爬架 那所以呢 这位叫做Zdenik Kripp 他是布拉格市的市长嘛 也是海盗党的党员嘛 所以是一位海盗 好像不是这样 但是他的这个小内阁 那这些都是他的局处首长 那这些局处首长呢 就这个二话不说 就爬到这个 他们觉得是攀爬架的东西上面 然后拿着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然后我们就合影 那当时我是捏一把冷汗 虽然你可能看不出来 因为我们没有测试过他的承重 所以如果有局处首长摔下来 马上就国际新闻 但是还好就是没有问题 那所以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说 他们一看到这些 你看虽然上面的这个字 这个汉字 他们不一定认得 但是只要那个图形 或者那个数字 或者那个颜色 他们一认得 他们就马上知道说 原来在这个中心里面 这个团队 他的purpose 他想要做的这个公益目的 就是他们已经很熟悉的这一些 所以我会觉得最困难的这个部分 现在因为有全球往续发展目标关系 反而让它迎刃而解 大家都可以很容易地 彼此沟通这些purpose 好的 有68位朋友们问说 资安真的不会有漏洞吗 我对政府即将推动的 数位身份证的资安 是不是有把握 我就知道会有人问这题 所以有带那个样卡来 我想这里面分成两个 一个是说 我们想要让现有的 对于个资 对于隐私的伤害 可以减低 我们现在的六代卡 不是我手上这个七代卡的样卡 我们手上的纸本的六代卡 我一直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当你去患症的时候 那个背面有别人的个资 就是说你自己的个资 给出去也就罢了 但是背面呢 不但有你的双亲的名字 事实上也有你的配偶的名字 事实上也有户籍地址 那有一些其实说真的 不是你自己的个资 但是因为大家就是会有一种 患症的习惯 所以好像就是很轻易的 就把这些个资给了出去 那这里面还包含说 好比像说看到你的配偶的姓名 就可以猜你的性倾向等等 有很多这种profiling的情况会出现 那再加上说现在的六代卡 它当初15年前 它的防伪的技术只是设计保固10年 所以我们已经过了它的保固期5年了 那在这个过保固期的情况下 那我们的电信或者是其他银行等等 就不得不去采用双证件 就是说你要用一个保固期已经过了 所以防伪的等级实在蛮弱的一个六代卡 再加上一个可能防伪等级 稍微好一点点的另外一个证件 那可能要两个证件 才能够确认你的人别验证 这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七代卡本来设计上 其实只是要解决六代卡 它的防伪已经过期 以及各自泄露过多的这两个问题 那当然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七代卡里面 你现在不是说有一个晶片吗 而且可以加上自然人凭证吗 虽然自然人凭证推出这么多年 好像也没有出过什么资安的事件 但是不能说两个东西合在一起 就自动不会出问题 所以确实是这样没有错 所以在大家的期待之下 我们也已经把七代卡 好像说自然人凭证是必载 但是你事后可以关掉 现在是改成它已经不是必载了 是你特别在办理的时候 你要打个勾才会打开自然凭证的功能 那所以如果你就是 甚至你就算加上了自然凭证 如果不是想用它的话 你可以就是直接把它晶片的部分 跟基督码的部分都贴掉 一个摸字型的这个贴纸 那内政部也已经通过了一个要点 说任何人都不能够强迫你 把这个贴纸撕下来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喜欢的话 它是可以用一个类似纯纸本卡的方式 在使用 那但是当然它结合自然凭证之后 自然凭证到底安不安全呢 这个也是很好的问题 说不定自然凭证推出了十几年 我说都没有资安的事件 那是因为有发现的人没有告诉我们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特别对于它整合自然凭证的这一部分 那在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叫做赏金猎人的活动 那任何这个资安的团队在台湾有名的这些资安团队 我们都会邀请他们 那他们其实是很强的 好比像说之前在Devcon CTF 就是全世界的资安比武大会 事实上他们也有拿过第二名 仅次于美国队 所以其实是很强 只是说之前他们的力量 可能不是花那么多 在看我们的自然凭证的这一部分 那所以我们会邀请他们来进行这个测试 所谓的白毛测试 那拿的是测试卡 那而且是在测试环境里面测试 那如果有找到任何问题的话 那当然就是有赏金嘛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过了之后 如果真的有找到什么问题 我们就来修补 如果修补呢 来不及修补了 那我们期待卡发行的时候 说不定还真的就没有自然凭证功能 那但是如果他们测试 真的都说没有问题 他们也打包票说 没有任何问题 那我们再开放 所有对资安感兴趣的业余人士 也可以来测试看看 那测试看看之后 当然还是用自己的就是卡来测试 不是说能够去用别人的卡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真的都还没有问题的话 那整个社会安心了 我们才会把自然凭证放进 就是我们新的期待卡里面 这件事情把它定安 那但是如果中间测试的过程里面 真的被发生 有什么状况等等的话 我们也是 大家也有看到苏院长说 我们也并没有一定说 就是几月就要全面换发 我们总之就是等大家安心了 然后再来换发 那这个安心还是建立在 实际的我们叫做 penetration testing 就是渗透测试的这个基础上面 所以这个把握也是要 靠大家一起来加入的 有68位朋友们问说 要怎么样把这样的提问软体 用在教学现场 等我一下 这个是免费的 然后它的中文翻译是我翻的 所以如果没有翻好的话 可以跟我讲 然后它现在 就是本来是一家小公司 那slido 那但是已经被cisco 就是合并了 那合并现在正在进行中 那所以可能到四五月吧 它可能会变成webex 这套系统的一部分 不过webex 我想在场也有一些朋友 已经用过了 所以就是它是不会 我要讲这个只是说 它是不会明天就倒掉 这一家公司 它已经变成cisco的一部分 那现在就是我们在教学的现场 其实常常面临一个就是 你到底要让学生 用多少手机的这个问题吗 就是说当然不开声音 我想这个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公约数 那但是就算都不开声音 但是只要有学生开始 低头开始滑手机 他可能看到instagram 有什么很有梗的东西 然后他就笑出声音 那就算他不能发出声音 至少他会开震动 笑到全身震动 那这个时候旁边的同学 立刻就会被影响 然后就说 这个有什么那么好看 然后瞬间 你就变成要跟instagram 抢注意力 那你一定输嘛 那所以这个时候 就会造成教学上的一些困扰 那但是当然最极端的就是上课前 把所有的同学手机收掉 那这个也会造成一种戒断症状 就是说像我们 这是一个多小时的演讲 那就算只有40分钟好了 我们也观察到很多 到第20分钟的时候 很多同学手就开始抖 因为他没有东西可以按赞 然后已经有那种成瘾的现象 那所以这个时候也会 就是大幅减少 他的可以用在你的课堂上面的注意力 那所以这个是 真的是一个两难的一个情况 所以后来我就想到用slido的方法 那这个真的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slido它是一开始 就等于把他的手机征收过来 他的手机变成课堂的教具 而且他随时有一个 按赞的冲动的时候 他可以放在slido上 他随时想要就是留言 发一则什么废文什么之类的 他也可以留在slido上 那这样子的话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他就是有一个很有梗的想法 他po到instagram上 他可能还要10分钟20分钟 他的朋友才会看到 才会给他按赞 但是呢在现在呢 这样slido的现场 他只要po出来 立刻大家就看到 立刻就给他按赞 所以可以说是 这种立刻得到满足的感觉 slido要比instagram要来得强 所以就会变成是 你的课堂比instagram好玩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时候 当然就是他的手机 就会变成 就是被你什么趋断针手描 变成你的这个课堂的一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就会变成是 大家的集思广益嘛 大家的想法 就会变成 怎么样这个课堂更有趣 而不是说 把大家注意力带离 这样子的课堂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好处 那第二个好处就是说 大家有过这样子一些经验之后 他们自己在别的活动上面 他们也会开始去找说 有哪一些像这样子的 我们叫做 就是social innovation 社会创新 它是可以remix 可以就是重新去想新的用法 slido也不是只能拿来提问 它也可以拿来 就是问学生问题 好比像说做一些意见调查 好比像说即时的投票 好比像说文字云 甚至是说 它可以变成是 你在面对面教学的同学 如果你有同时开直播的话 让直播的人能够更加投入 你的这个课堂 而且也可以及时的 把你的简报 透过slido 又分享到那边直播那边去 等等 所以有很多的先进的功能 但是这些不一定都是 你要做 很多是你的同学 看到说可以这样子做 或你的助教 你的老师 发现可以这样子做 他们自己就会去钻研 而且去讲出 在他们的课堂上面 可以怎么样子做得更好 所以其实你需要做的只是 示范给大家看一次而已 那之后他们自己就会去混搭 自己去延伸 所以具体的建议就是说 不要一下子就跳到 说slido的哪一个功能 对应到哪一个科目上 而是先用这种泛用性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提问按赞 最基本的这样子一个功能 那这个功能给大家看过之后 自然每一课的老师 就可以自己想出 搭配他的课堂的 一个使用的方式 有62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在台湾近期 有哪一些重要的社会创新 这也是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在今年当然对外讲的 两个主要的社会创新 一个叫做 就是怎么样对付身体的病毒 但是不需要封城 那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怎么样对付心灵的流感 但是不需要让行政院 有那种把东西下架的那种权利 这个就有点走回头路 当然封城也是走回头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全世界都 现在都有这样子一种困难 就是说 好像如果要守护大家的健康 那就是必要丧失一些 就是自由人权什么的 但是如果你要注重 这个自由人权什么东西的 那就是大流行病 好像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件事情 那又或者像说 如果要确保说民主 不要被这些假讯息的危害 这些资讯站的公式所摧毁 好像一定要限制一下 大家言论自由 那如果要保护大家言论自由的话呢 好像莫名其妙 连选举制度本身 都会变成这个攻击的对象 那所以这个两难 这两个两难 其实是共生的 就是特别是在大的疫情 大家都关在家里的时候 特别容易胡思乱想 然后特别容易传播一些 就是比较奇怪的一些讯息 那这些奇怪的讯息 又会让大家没有好的 就是戴口罩亲洗手的 这样子的一些习惯 那所以又会造成流行病 就是更大爆发 所以就是他们 其他世界各国 大概都是发现说 政府高压的手段 top down的手段 好像就是它的边际相应递减 第一次封城的时候很有用 但是到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 大家就已经就很累了 就已经不是很想要 去配合封城的情况 那第一次说 那我们就是给社区媒体压力 甚至是要求他们下架 也许有一点用 但是到最后呢 就会变成一群人 已经学会怎么绕过 所谓的关键字审查 那另外一群人就会觉得说 你看这就表示政府心虚 不然干嘛下架东西 所以就是说 这个top down的方式 当然有它一下子的作用 但是边际成本上面 会越来越高 那它边际效用会越来越低 而且还会产生 很多不利的外部性 那所以我们在台湾 主要的社会创新 就是在防止疫情上面 我们是采取 就是所有人 就是all of society 就是在我记得 二月初的时候 指挥中心曾经有过48小时 因为怕这个口罩短缺 就是没有办法给第一线医疗人员使用 所以说在大众运输这个上面 说因为这个通风还OK 所以其实可以不一定都要戴口罩 有48小时这样讲 然后马上就被骂翻了 就是第一方面大家都还是戴口罩 然后二方面就是说 这个政府不应该这样子讲 所以我们马上U-turn 过了48小时说 没有搞错了 对不起 在那个大众运输上面 还是戴个口罩比较好 那但是就是说 这个就显示出 我们的社会 对于戴口罩前洗手这件事情 已经是有它的一套传播的方式 就是通讯传播的方式 那这套方式是什么呢 后来我们就去 做了一些研究调查等等 后来我们就发现 为什么在社会上面 大家都已经运用 一船实实传牌的这个方式 去邀请大家戴口罩 而且是任何人都可以提醒 任何人呢 原来呢在民间呢 已经有这样子一种想法 就是说口罩是保护自己免于 被自己没有用肥皂洗过的时候 碰到自己的脸的这样子一种说法 这样子一种说法 其实这个就是社会创新 而是非常好的一个社会创新 我们看其他的国家说 你戴口罩是为了保护长辈 那如果没有跟长辈一起住的人 他就会觉得他豁免 就不用戴口罩了 如果你说这个戴个口罩是 尊敬 尊重彼此 那他如果本来就不太尊重彼此的人 他就不会去戴口罩 就是说你不管是用什么方式 如果你是邀请他来戴口罩 是为了别人 那总是有一些人能够找到一些漏洞 然后就不戴口罩 但是呢这个讯息是一个 很棒的社会创新 它是说你戴口罩是为了自己 就算你旁边都没有别人 没有人知道说 就是这个表面上面 有没有一些病毒嘛 所以你碰到之后 如果没有用肥皂洗手 然后就碰自己的脸的话 那想必就是会感染啊 那这个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他不是说 很多人很急的时候 他也不是说两个人 这个面对面讲话的时候 都不是 他就是说戴口罩任何时候 都是为了养成很好的洗手的习惯 这个真的很棒 那所以后来就是 卫福部就用了一支柴犬嘛 叫做总柴 然后就把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创新 用了非常形象化的一个方式展现出来 然后说防疫期间 严禁下到吃手时候 肥皂勤洗手 那这个概念就是变成 我们把民间的社会创新 我们把它增幅 让就是全国都能够看到 那当然后来全世界也都开始学到说 原来只有这样子讲 我们才能够去让人民 就是自发的去传播 要戴口罩勤洗手 等等的这样子一个讯息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所谓的humor over rumor 就是每一次就是产生出 这样子一些就是 新的社会创新的时候 因为看到之后 你觉得很可爱嘛 然后会会心一笑 一旦会心一笑之后 就是那些不实讯息 什么口罩里面有5G天线 什么脑波控制 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 事实上当时真的有传过这种东西 那你就不会去相信它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做法 human over rumor 谜音辟谣这样子的做法 这个一方面它可以去解决疫情的问题 二方面它也可以解决 假讯息危害的问题 所以可以说是 就是有双重效果的这种社会创新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当然还有非常非常多 防疫这个故事是讲不完的 但是因为今天还是以社会创新为主轴 我就暂时先举这个例子 有63位朋友们问说 唐宏伟委员您好 这个问题很可能跟主题无关 但是呢这位朋友非常想问我 是如何安排自己的一天 一天平均会睡多久 因为我有那个记录睡眠的习惯 所以我开一下 对 我是昨天是晚上9点45分 开始睡 睡到今天早上6点30分 一共8小时又45分钟 那OK 好 那对 我们来看一下趋势 趋势说 我从整个12月 就是最近两个礼拜 平均睡眠时间是8小时又5分钟 8小时又5分钟 好 那OK 好 感谢 有记录还是不错 好 那所以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如果我睡得到8小时 那大概都是自然醒 我今天也是自然醒 那么我昨天所看到的 学到的 经验到的等等 那我就可以综合出一些 比较稳定的 就是我们叫做选美一边站 的这样子一些概念 就是昨天我看到的 各种各样的说法 有些彼此冲突等等 我大概都可以把它综合成一个 就是比较创新的 大家可能虽不满意 但是大概都可以 接受的一些见解 但是我如果没有睡够的话呢 那就比较没有办法 就是我如果睡 可能6小时 5小时等等 那我醒来的时候呢 因为它的短期记忆 没有完整地写到长期记忆 睡眠的时候就是短期记忆 写到长期记忆化重点的 一段时间 那所以就会变成说 好像我昨天记得的一些 片片段段的东西 但是没有整合 那所以我就要变成 我在醒着的时间 我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脑里背景执行 去整合昨天的东西 但是新的刺激又会进来 所以就会变成说 好像我就会先看到什么 然后就是它了的那个感觉 就会变成 我会由先看到的东西 来决定我后面看到的东西 的看的视野 那这样的话 很容易就会有所偏废 就没有办法达到 选每一边站的这个情况 所以对我的工作来讲 我每天睡到8小时 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没有证明说 我真的大概都有睡到8小时 还不错 所以当然除了睡购之外 还有什么别的安排的方式呢 我大概就是从早上7点开始 主要是跟美东 当然也跟一些美西的一些朋友 这个视讯 那一直到傍晚 大概到7点是跟欧洲 非洲啊 非洲啊 等等视讯 那当然中间是 就是做周围的工作 所以每天大概工作12个小时 就是7到7 那7到7之后 当然就是其他的时间 就是自己的 就不会去按那个番茄钟 那在12个小时中间 大概都是用番茄钟的方法 就是每工作25分钟 会稍微休息个5分钟 那我回email 也是在那5分钟里面回 那我一醒来 大概6点多 会看一次line 我在睡前 可能会看一次line 但是我在那12个小时里面 绝对不会去看及时的讯息 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我只有5分钟 5分钟如果我要看line的话 对方就是会在 可能打字还没有就是输入完毕 他一面想一面输入嘛 那首先就是很浪费彼此的时间 那二方面是说 那如果有很多个人 都在这样子做的话 那我在脑里面就会混淆 各种不同的脉络 因为这边还没有输入完 那边又输入了 等等 那到最后我也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完整的判断 但是email就不是这样嘛 如果现在在职场上面有人写email是写一句话说 大家好 然后就按送出给这个群组20个人 然后又想到然后又回信给所有人说 今天我想到一个很好的主意 然后就按送出 然后再过一阵子 然后又再回信给所有人说 那就是我们下次的演讲 可以来用slido看看 然后再按送出 然后再过十几秒说 连结在这边大家可以试用看看 如果这四句话送四封email 那这个很快他就会进入黑名单 大家都不会想要看他的email 那但是在line上面就是这样子发生的 为什么大家觉得习以为常呢 那这是我一直很难了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是把line当email用 然后把email当做line用 就是email的话 大家就知道我每半小时一定会回 那但是line的话呢 那就是我有空的时候再来看吧 而且一天绝对不会看超过两次 所以大概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就可以确保说 我每一次25分钟专注在一件事上的时候 我不会因为说手机忽然响起来啊 什么忽然之间跳出什么通知啊 那我的思路就被打断 至少有25分钟是可以非常专心的 好比像说在各位身上 或是说在一件事情上面 大概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安排时间 好 有一个追问说 这个为什么我就是 大家问什么问题 我都可以直接找出相应的简报来 好像早就知道问题一样 是天能吗 这个逆行什么时间什么 来自未来什么 其实不是啦 我是把大家常用的问题 其实我都有一个业签 所以就是关于防疫的在这边嘛 关于社创的在这边嘛 如果有人问到AIoT的话 是开在这边嘛 那这个关于开放政府的在这边嘛 关于青年参与的在这边嘛 关于这个全球未来挑战跟机会在这边嘛 如果有人问到说 这个长者要怎么样 这个进一步的去 让长者也愿意参与社会创新在这边嘛 这是故宫的案子啊等等 所以就是说 事实上我的这个软体叫GoodNotes 它是可以开夜签的 所以我就没事就会开个十个 在那边等着 那当然一场演讲里面 这十个可能只问到两三个 但是我这十个在这边等着好处 就是我不用特别去想说 大家会问什么问题 只要跟这十个题目有关的 那因为这十个每一个是一场简报的 完整的这个讲稿 那所以这个呢 我就可以直接跳到那个脉络里面 然后运用那个脉络来回答大家 那只是因为这开十个夜签的这个画面 不会投影出来而已 因为今天是用这个Apple TV 所以它的投影的那个view 跟我这边准备的view 是不一样的 这个讲者的参考稿啊什么都不会这个 就是显示出来 那所以事实上 大家也有看到我上可能CNN啊 或者BBC啊等等的这些访问嘛 那些主播也都觉得说 这个真的应对如流 好像他不管问什么问题 而且有些主播 他像我跟就是两次跟CNN访问的时候 其实我是看不到他 就是他完全只传了音讯过来 因为他不想要视讯占用那个频宽嘛 但是我还是就是完全对他如流 那但是事实上不表示我没有稿子 或者没有简报啊 只是说因为这个camera 就刚好在荧幕的上方 然后我是把所有可能的参考稿 都堆到荧幕上方啊 那所以只要他问到问题 他问到大概三分之二的时候 我就可以切换到相应的那一段稿子 那所以我就直接看着稿子念 但是视线呢 还是感觉上就是直接在看它啦 所以就是还是有一些准备的方法 并不是说就是完全就是 有什么预测未来的能力 就是不要一而传而 OK 有59位朋友们问说 以我们的数位社会创新的概念底下 要如何解决青少年的手游沉迷的问题 这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不过其实我还是觉得说 手游并不是一件坏事 像之前有一个手游叫Pokemon Go 精灵宝可梦 现在还有人在玩吗 应该是有 那我就觉得那个非常棒 因为他沉迷手游的同时 他也不得不去跟别人互动 他就是要把你带到户外嘛 那虽然我们在台北 这个在一开始Pokemon Go出来的时候 我们比较可怜 因为我们的公共艺术 大部分都是台电的变电站 就是因为台电的变电站 外面有彩绘 所以也算是公共艺术 然后就看到大家在那边 台电的变电站前面 在那边抓宝可梦 当然就是在其他的县市 是真正有一些有文史意义的 有在地地方特色的 甚至可以直接去跟宝可梦的那家公司合作 然后去办非常大的活动等等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第一个 我不觉得手游它天生就是什么坏东西 而是说你在挑手游的时候 要挑一些Pro Social 就是亲社会的 就是让他在沉迷手游的同时 又会借由这件事情去跟他不认识的人 产生出一些互动 或者是说去带领他走出同温层 去了解到一些事情 但是这个就必须要像Pokemon Go 这样子的一些软体的开发者 然后跟在地的很多文史工作者 这些能够抓宝可梦的地方 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也是靠在地的OpenStreetMap社群 在地的之前Ingress的社群 等等这些社群 自己去建模的 所以在各位的学校里面 其实我想也有很多学生 他本来就对参与像开放截图 维基百科等等 或者我们现在国家文化记忆库 有兴趣 所以如果你把他们的概念 引导到说你在这边 这个游戏不是别人帮你决定的 而是你可以共同创作的 你只要说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历史的 什么意义的等等的这些POI 就是让人感兴趣的地方 那这个就会自动跑到你的游戏里面 等等 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跟他说 那这样的话他的这个创作的力量 就会被引导到 其实一起编开放截图 也算是一种手游 因为他可以就是透过实地的走访 GPS打卡等等 如果喜欢爬山的话 他可以把它爬山的GMX 分享出来 让更多的山友也能够去参考等等 所以据说只要他是Pro Social 是亲社会的 我觉得就是要鼓励 那这样的话 自然他就会把一些比较空洞的 只有他自己在跟机器玩的 或者跟机器人玩的 的这样子一些手游 把它稀释 把它淡化掉 这就有点像是我刚刚讲到的 Slido跟Instagram的差别 因为Instagram它是非同步的 而且它其实绝大部分是 比较浅层的互动 但是Slido是很深层的互动 因为你的输入的字 马上就会变成老师讲的话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绝大部分的小岸 是偏好深层互动了 他只是不知道说 原来类似的界面 有深层互动的可能性 它停在浅层互动的可能性上面 但他一旦学到之后 第一个他可以让它改得更好 第二个他可以去传播出去 所以只要是他能够有所行动 能够改得更好 能够传播出去 这个就已经符合社会创新的定义了 这个时候它就可以变成 社会创新的一部分 大概是这样 那有59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在数位社会里面 我们可不可以改善 网络所带来的匿名现象 进而衍生的网军问题 那跟其他匿名的朋友不一样 这位朋友自己承认是网军 好的 那感谢这位网军 我们叫做什么 器械投降 自愿放弃 网军生涯 我想这里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探讨 一个是说 匿名现象是不是真的那么不好 匿名现象是不是 其实有些好的部分 我们去把好的部分加强 把不好的部分减弱 这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假设匿名它真的是 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好的 那是要实名等等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 有一些互动的一些模式 是让大家有一些 在实名的情况之下 不会变成实名 反而彼此之间互相仇视 因为其实像Facebook 它也已经切换到 几乎是类似实名一阵子了 但是其实它切换到 类似实名一阵子之后 其实在这么互相攻击的情况 并没有因此改善 所以其实就是说 匿名才会 就是有网军的现象 实名不会 其实我是蛮存疑的 因为有的时候 实名反而吵得更凶 这是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确实在匿名的时候 如果一个人他可以创造 一千个账号 一万个账号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因为如果一个人可以 注册一万个账号 那就好像那个 武侠小说里面 明明只有几匹马 但是后面就是拖了很多数值 所以那个沙尘看起来非常大 那这样子当然会让人 心生畏居 这个是确实的了 所以就是fake account 就是假的账号的这种创建 这个确实是大家的平台 大概都会花很多时间 去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去管理这些大规模的 就是不用成本 就可以开发的账号 那到现在 大家也差不多都收敛了 就是说 那我们就把账号连到 就是SMS 连到简讯 我们自己的police系统 也是这样子做的 我们在police登录的时候 主要还是用join平台 就是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来登录 那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当然一方面要有email 不然你收不到通知 但是二方面 他还是会要求 就是你提供一个SMS账号 然后透过简讯来一次性的 就是认证说 你确实是这个账号的持有者 那一个人如果想要拿到 一万个SIM卡的话 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大概到 你拿到第十个左右 那个反洗钱的 那个演算法就会出现了 那所以那个柜台 就会立刻开始问说 你要这么多SIM卡干什么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想一定程度上 它可以保障一定的匿名性 因为毕竟只有在登录的 那个时候 你有把你的SMS账号 连系到你的email上 但是实际在po的时候 因为不是把你的手机简讯 的号码直接po出来 所以你还是可以调一个 就是代称 好比像说叫我是网军这样 那但是就是 其他人没有办法用这个来肉搜你 但是至少这个平台可以知道说 那不管你今天取什么代称 但是你就是只有一个账号 除非你编出十个SIM卡来 那这是第一个阶段的解决方案 现在大概都是这样子 那第二个是说 我们可不可以把互动的平台 做成比较吵不起来的这个情况 确实是可以的 像slido slido如果你现在觉得这位朋友的问题 不怎么样 但是你攻击它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根本就没有回复的这个按钮可以按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大家的力气根本不会花在攻击彼此 但是在facebook上就不是这样了 你按回复的时候 有时候甚至把对方的名字直接带出来 所以它的那个互动的方式 就是让你比较容易打脸 比较难打输 虽然它叫脸书 但是脸的部分比较多 书的部分稍微少一些 那他们甚至把网制 部落格的功能都拿掉了 所以我现在很少在脸书上面出没了 就是因为觉得这个专门打脸 不能打输的一个平台 在上面有什么意义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是互动的设计者可以做到的 我们在slido上面 我们理论上也可以开回复的功能 但是我大概都不开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不想要变成 好像彼此之间呛下的这种平台 我们在join平台上面 其实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提点子 大家都可以任意的提一些想法 好比像说希望教育部即刻实施远端教学 开放医疗用大麻 或者是制定中小学志工规则 明确规范志工资格训练等等的这些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在底下有相当多的留言 并不是没有 但是虽然赞成97反对13 但是我们这两个bar 不是按照它的比率化的 所以就不会有一种 好像要冲人输 输人不输证的那个情况 那不管97还是13 其实都只有前十个会显现在这边 那而且同样的 就是你可以往上按赞 往下按不赞 但是你不能够按回复 所以大家不会花那么多时间 在彼此之间互相攻击 所以这一个简单的设定 就可以立刻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最好的论点会浮在最上面 好比像说禁酒令什么东西 但是反过来讲 这个就是反面的最好的论点 也会浮在最上面 但是双方无论如何吵不起来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很容易的一个设计 那或者像说我们现在正在做资安测试 应该年底就可以测试完了一个系统 叫做Police 那这一套系统也是一样的 我们会放在police.gov.tw 任何人都可以来使用 那Police也是我们当时在测试它的时候 我们在2015年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就有挑一个叫做Uber的一个案子 那Uber在当时就是去跟很多没有职业驾照的朋友合作 可能还有人记得 叫做Uber X 那这个大家都有不同的见解 那后来我们向海致敬也是Police Ocean 向山致敬也有用Police 很多地方都有用 它的这个做法就是 对于说没有职业驾照的朋友在课 然后还可以赚钱的这件事情 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那但是呢 它没有回应的这个功能 所以任何人呢 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他都是去说 那我觉得怎么样 好 比如说当时我有参加嘛 我说我觉得坐在后座的人 一定要有乘客保险 不管前座的人到底有没有职业驾照 不能够因为他是Uber X 然后就不保他的意外险 那个对乘客很不公平 你如果同意这个想法 那你就离我稍微靠近一点 如果不同意这个想法 就离我呢稍微远一点 但是你无论如何 没有办法来攻击我 因为没有回应的按钮可以按 那所以呢 不管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你就是看到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这种想法 然后再按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那最后呢 你也会想要分享你自己的感受嘛 那让别人来按赞 所以我们怎么样凝聚到 那睡那宝那管 就是靠这样子的一种讨论 经过三个星期之后 除了就是一开始 真的有很多人 就是有不同的意识形态 到底什么是共享经济 那但是这个 其实只占5%左右的意见 绝大部分的人 在绝大部分的题目上 包含要保意外险的这个情况上 跟所有其他人的看法是相同的 那只是说 如果你只看一些比较anti-social 比较反社会的社群媒体的话 大部分的人的力气都滑在吵这5件事情上面 但是事实上 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其实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 那所以如果这些直接就变成我们的政策的依据 变成我们跟多方厉害关系人讨论的时候的议程 就好像slido上面最多人赞的 就变成我最先回复的事情的话 那它会有一个教学的作用 就是告诉大家说 想到一些能够让不同感受的人 但是都觉得这个不错是共同价值 这个是会得到回报的 因为它会变成我们政策的一部分 议程的一部分 但是在那边人身攻击呢 我们就是尊重你发言的权利 但是绝对不会花时间来讨论这个部分 那这样子一来二往 到最后大家都会学到说 那我们就可以就事论事 才是对大家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所以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空间的设定 所以一开始有手机的这个简讯认证 第二个有这种空间的设定 那慢慢的我觉得网续的问题 还是可以解决 有55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我是不是能够控制 大家的脑坡 没有办法 我刚刚分享的是 好比我睡个我睡八个小时 那个是控制我自己的脑坡 那就是我还蛮擅长控制自己的脑坡 这个确实是如此 那但是控制各位的脑坡呢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不过呢就是我控制自己的脑坡 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确实也会 也许大家就看到说 这件事情不一定要用旧的方法来想来解决 也许可以用一些新的方法来想来解决 也不一定是我讲的对 可能我讲的不对 但是至少大家就会被就是触发到 就是愿意爬到攀爬架上 那样子一种状况 那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创新的来源嘛 就是大家都不利于去抛砖 与去分享自己想到一半的这样子一个想法 但这个绝对不是我控制大家脑坡 这个比较像 大家来控制我的脑坡嘛 slido就是这样子 就是大家不管写什么东西 我就会讲出来 所以是由大家来控制我的脑坡 有53位朋友们问说 唐蓬勇好 数位社会的发展需要依赖数位设备的普及 但是在学校里面 设备往往不是这么的充裕 那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 学校如果变成数位社会的话 有哪些不用太依赖设备 就可以推动的事情 确实是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现在像slido slido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用来示范的一个事情 因为就算你没有投影机 就算你的投影机坏掉 我有时候去学校演讲 一开slido发现它投影机坏掉 但是那还是没有问题 因为它叫graceful feedback 就是它的这个fallback是 我们plan b是什么 plan b就是那就没有投影机嘛 那当时我记得就是直接印了 那个QR code QR code就是直接用印表机印出来 然后每个同学手上发一张 那这样也可以啊 他拿手机对着那个QR code一扫 那上面的问题还是全部都跑在他的手机上 那纵使他没有手机 他用隔壁的两个人分享一个 这也没有问题 或者是说就算大家都没有带手机 有一次我去演讲的时候 大家手机都被收起来 那对那因为他们有一个习惯 就是上课前要收手机 然后我就说那这样子 我到底要怎么用slido 那当然一方面他们赶快去那个 好像叫什么停机坪 还是养机场的那间 这个放手机的地方 赶快把手机拿回来 但是在他还没有拿回来的时候呢 有助教啊 助教倒是有手机啊 所以就可以这个同学 不管是写提问单 或者是跟助教讲 助教帮他输入到slido的系统上面 那所以投影机上还是有显示出同学们的想法嘛 那这个也没有问题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的这个教学的教材 它是够有弹性的 它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 都可以进入plan b的状况 才不会变成是说 好像你就是非常依赖这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当掉的话 就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情况 那所以像之前这个Z开头的那个 这个视讯软体 这个有一些资源上面一些疑虑的时候 那很多学校也因此就立刻要切换到 当然不管Sysco WebEx 或者是像我们自己家的那个GC Meet 也有很多人用啊等等 的这样子一些解决方案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的 那个远居教学的那个方式 本来就是有一个备缘 就是说好比像说 就是多人视讯是一个房间 但是同时还是有透过 像YouTube或者Facebook直播出去 那你最多就是说 那大概就是有一点点时间差 其实YouTube现在时间差已经很短了 你已经可以去勾那个低时间差 低延迟模式 那你还是可以把YouTube或Facebook 有点像是当做Zoom用的那个感觉 所以如果一开始在规划的时候 有这个Fallback的话 那其实任何时候 任何系统发生的事情 你总是有一个好 那不然我们就Plan B的这个想法 那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就是是让教师有这种 随时每一个可能出错的东西 都大概会出错 我们叫莫非定律的情况 但是每次出错的时候 你要Recover的那个想法 是已经想好了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 这个还是要预言啦 有各种预言的方法 有51位朋友们也发现到说 这个平台有一个漏洞 只要重开无痕视窗 就可以重复的按赞 不信我把这个留言推上来 我没有不相信 事实上开无痕视窗按赞 在GitHub上面 有人已经用Python写了一个工具 他会自动帮你用Celinean 还是Webdriver开无痕视窗 然后推上来 不过当然我们说素养导向教学嘛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面对实际的情况 它可以就地取材啦 所以虽然说已经现有一些解决方案 但是我还是很肯定这位朋友能够就是实际的就地取材 然后找到这样子一个解决方案 非常值得鼓励 符合我们素养教学的想法 那就是怎么样把东西推上也没有标准答案 有48位朋友们问说 数位创新我们在学校端可以先怎么样实施 有两个想法 一个是说我们的学校的教学本身 其实也是可以让大家来参与的 很多的校内的课法会 现在也已经有学生或者家长 或者其他的人士的一些代表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先去看说 有哪些教材教法已经在我们四周 不管它是用社团的方式 第八节课的方式 社区大学的方式 在地学校的USR的方式 等等的方式 其实它已经存在了 那只是说我们之前在这所学校里面 在各位的学校里面还没有试过而已 那现在新课刚 因为已经给大家非常大的弹性 你可以先用校定选修的方式 来看看说到底有没有人来选 如果没有人来选 这个也许不是很适合的创新 但是无论如何就给它一个空间 然后一小段时间 可能一个学期两个学期 来证明自己 这个是类似叫做 sandbox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的自然凭证 到底能不能放到 身份证的期待卡里面 我们也是用半年的时间 然后实际试试看 如果试试看整个社会觉得说 这真的不是一个好主意的话 那我们就感谢 我不知道这应该是中号电信吧 付了学费 然后让大家都学到一些事情 但是以后还是分成两张卡比较好 但是如果过了半年 大家觉得这个创新还不错 至少对某些人很有用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就是要用的人用 不要用的人 还是可以分成两张卡拿等等 所以就是说不会觉得说 好像你一下子就伤筋动骨的 要全面地改成什么东西 而是任何一个新的主意来的时候 你就给他几堂课的时间 一个校定选修的时间 一个加深加广的时间 然后让他试个一个学期 两个学期看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鼓励 大家来做创新的一个方法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那就是各位自己也可以试试看 就是之后在校伍会议 或什么别的就是town hall的时候 也可以开个slido看看 因为让大家知道说 这件事情它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 至少那个时候提问单的时间 可以减少 那可以增进彼此的互信 因为新的这些想法 新的这些感受 那就作为校长可以立刻看到 那而且又不太增加 这个作业同仁的风险 因为毕竟是校长吸收 就像当时杜惠平校长一样 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教务主任 学务组等等那个风险 都他吸收 他说教育局那边他来处理 那所以这个时候 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模范 那其他人就会觉得说 原来引进创新 这个有人在吸收风险 严格来讲 我在行政院也就是做这件事情 就是各个部会的同仁都知道说 他如果是一个全新的东西 然后最后爆炸了 那反正为他奉事问 那就是我的错 那我是有问必答 那但是如果他做出来 做的方法 他可以别的部会可以参考 还不一定解决 他自己部会的问题 也许他这个部会爆炸了 可是旁边另外一个部会 觉得说这个不错 我们可以拿来用 那这个时候他还是有credit 所以他有credit 但是我来吸收风险 这样子的情况 确实也是让创新更容易发生的一个方法 有44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请问讨论员在自学的时候 有没有一定的流程 如果了解一块陌生领域的话 会优先去哪里搜集资料 很好的问题 我没有什么一定的流程 那我其实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选每一边站 take all the sides 那所以我大概就是会去先找那个领域 觉得说他有一个特别强的动力 好比像说觉得塑胶吸管 就是立刻明天就要禁用掉 等等的这种提案人 那我会去跟他做访谈 那访谈的时候 我也会顺便问一下说 除了说您看起来 现在这个状况是这样之外 有没有别的你觉得会被影响到的人 可能他也有一些看法 那他也许就会说 做面洗餐具的厂商 可能会被影响到等等 那只要他讲得出来 那我就会把它记下来 记下之后就有点像滚雪球一样 那我又会再去找面洗餐具的厂商 听听看说他们有没有什么想法 那他们的想法可能是说 30年前这个你知道 B型肝炎最流行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有点像 今天的口罩国家队嘛 是想要解决一个流行病 才投入这个产业 那现在当然就是 大概都可以吃药治好的一个 不是太大的问题了 所以他们也 原来也在想转型 可是他们发现说 用这个可能可以生物降解 或者是一些农业废弃物 循环经济等等这些做法 他们也有听过 也有往这个方向想 可是比较没有这个人脉 而且觉得成本很高 尤其是要说服 他们的下游的客户的成本很高 那所以他们就这样讲 那这样讲的话 我就听到循环经济 农业废弃物等等 因为这个就会让我带到 更多的这个厂商 那好比像说 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 这个大衣 它就是用农业废弃物 就是大概五杯咖啡的咖啡渣 然后再加上 12个左右的回首宝特瓶 然后变成的 就是循环经济的产物 就叫咖啡沙 仿沙的沙 那这个就是因为 我有了这些关键字 然后所以就会去找到 这个是 应该是访托会介绍的 那说原来有一些人 专门在做这些事情 那去跟他访谈的时候 又会因此认识 可能更多的时装设计师 正在想要用 就是救地球的方法 去做时尚产业 然后这个又会再把我带到 更多的地方去 所以其实它是完全发散的 它并没有一个 就是收敛的一个时候 对我来讲就是 对越来越多的厉害关系人 带我了解 越来越多厉害关系人 那在我心里 反正都是联合国 时期向永续发展目标 所以不管介绍再多 那对我来讲 可能都是第十二项 就是负责任的生产跟消费 或者是说气候变迁的房子 等等的这些共同的价值 所以我去问每一个人的时候 也是只是拿着这些共同价值 来去问大家而已 所以大概就是 snowballing 就是好像滚雪球一样的 这样一个流程 但它并没有一定的方向 就是碰到谁 那就是谁 那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它实际讲的这件事情 我发现我听不懂 就是它的措辞 或者是说 它讲的当地的文化 等等 这个尤其是在社造的领域 像之前社区大学 全处会的朋友们 来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就是不管它怎么样 笔手画脚 可能那个在地的脉络 我比较不了解 所以后来我就答应他们说 那我会用所谓的民族制方法 就是实际去那边住一阵子 然后才真的能够了解 就是当地的朋友 那很多像原住民族朋友 那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他们也是希望说 我实际去他们的部落 一阵子至少一两天 而不是说他们 要大老远的来台北 又只有一个下午的时间讲话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另外一部分就是 优先去哪里的 我们就是 empower people closest to the pain 就是对 就是越感受到痛苦 因为就是越在乎越痛苦 越痛苦越在乎 就是说对于这个题目 他真的有切身的厉害关系的人 那我就会越花更多的时间 甚至就是直接去那边住一阵子 然后来了解到说 原来这个世界 从他的角度看 是怎么样子看 那这样子才比较不会有 我们叫做认知的 或知识的不正义 就是变成好像都是在 就是大的都会 去看天下的这样子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 就是社会上学实验中心 其实有一个行之有年的一个做法 就是不管是我们的青年的咨询委员伙伴 或者是各部会 我刚刚讲到说都可以把我带到实际的当地 不管这边是花莲 好像还是南投 那或者是说有一些原住民族的朋友 可以做一些转译的 文化转译的工作 那都是我实际到当地 那但是相关的12个部会 还是stand by sit by 在我们的摄像中心 那所以他们是透过 类似像这么大的荧幕 然后就可以一下子 就把两个以上的空间缝合在一起 所以我自己是在这边 然后是跟当地的朋友在一起 我透过主持的技术 试着把他们在地的这些感受 反映成 在中央部会的朋友可以看到说 原来不是中央部会想的说 好像他可以通案解决一个问题 有的时候中央部会 就是他收到别的部会 寒转过来的文 他就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上个我看过的问题 他就会一下子就是说 那我们就来这样解决吧 但这样解决有时候造成新的问题 所以我们尽可能就不会让国家的频宽 变成只有几张A4纸那样子的频宽 而是大家都透过面对面 或至少是见面三分情 视讯两分情的这个方式 去看到在地的朋友实际的状况 有点像是立院质询那样子 可以一问一答的这个情况 然后确保说 如果在地的朋友很不满意的话 那反正中央部会的同仁也没有风险嘛 因为你隔着荧幕打不到人 那所以在我承受全部的风险 在这个情况下 就可以去确保说在地的想法 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到中央的朋友上面来 那这个也是所谓的closest to the pain 的意思就是实际去了解在地的朋友碰到的问题 那我们就之前解决过很多实际的问题 就是那种结构性的已经非常非常久的 好比像说电竞选手没有办法算成体育 也没有办法算成文化 也没有办法算成经济的这种问题 或者是说像原住民族的劳动合作社的 健保的补充保费 当然要怎么样计算的问题 那像这些就是随便这样一讲 就跨了大概五个部会 那但是这五个部会 以前因为都是各自在讨论嘛 所以当然五个都觉得有解决方案 那五个解决方案全部摊在一起 彼此矛盾 那我们不是说政府一提吗 可是对于实际在地的朋友来讲 好像是五个不同的局处 给他五个不同的答案 那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让大家彼此时间更加互相了解 所以不是只有我自己的了解 而且因为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也是公开出来 所以所有的厉害关系 也可以因为这样的关系互相了解 有42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请问对于未来后疫情的时代 世界新的经济的新创产业有什么看法 学校教育有什么开始铺陈 以及教授的课程应该开始积极规划 当然从某个角度来看 要看后疫情的未来 就只要来台湾就好 其实在后疫情状态 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了 已经快半年了 好像已经半年了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后疫情的时候 大家看到的风景 其实跟疫情前真的已经完全不一样 那我当然因为我是管设发不是产发 所以我不会在这边讲什么 就是你知道股市啊 或者是什么出口值啊 或者是什么服务业 什么时尚新高什么 虽然这些都是真的 这些都是真的 那但是在设发这边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原来台湾之前对于国际来讲 我们是可能医疗技术嘛 农业改良技术嘛 这两个应该大家都有听过 珍珠奶茶 很可能大家都有听过 那在后面可能 什么同性婚姻 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 后面就没有了 所以就是说 对于就是绝大部分 在世界各个角落的 一般的就是朋友们 不要把台湾跟泰国混淆 就已经蛮好了 那但是在今年是 完全不是这样子 今年大家都挺过台湾 而且大家都用台湾 来杠杆他们自己的内阁 那所以像我就是 被日本年轻人杠杆的 最多的嘛 因为他要用我来 刺激他们的官员 那但是在全世界 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就是全世界的官员 就是都被问说 为什么你不能够 像台湾这样子来 处理疫情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那对于在这个世界 新发生的一些经济模式 一方面我们可以透过 像台湾就业金卡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其实也是 我们在疫情前就推出的 但是呢 这个完全是拿金卡的这群人 就是他可以在台湾 待个三年左右 然后还是做他自己的 公司的事情 他也不需要投资 也不需要找到台湾的雇主 但是因为他是 新经济高科技的人才 所以不管他是之前的创业 已经上市过 或者被上市公司诟病等等 反正就是我们需要的 这些人才了那他就可以直接取得 三年的这个居留跟工作权 那这个就业金卡呢 在疫情前基本上是 罚人问津的 这个我们就直说 那但是疫情就是 比较严重的时候 忽然之间就指数性的成长 现在已经快要两千张 发出去了 然后他们就自己做了这样子一个网站 然后你知道稍微打几个勾 就是你做过哪些事情 他就可以自动说 那你能不能到这个 未来的机票 能不能买 因为这个是极少数 就是他可以在国外申请 然后国外取得金卡资格 然后他来台湾拿金卡 然后关个十四天 然后接下来他就可以自由的 这个呼吸自由的空气 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们现在真的是 有点一传十十传百 那所以就是具体来讲 就是第一个我会建议 就是多了解我们就业金卡 他的那些就是qualifying condition 就是可以来拿就业金卡的人 因为这些大概就是 我们目前看起来觉得 未来新经济会发展的趋势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我们在这些新创产业 以前都是我们的新创 然后去国外发展 但是现在有非常多的新创 他就是在台湾发展 因为他发现说 台湾的网络的速度非常快 完全没有什么言论 被查尽的这个问题 他不管做什么题目 大概都可以找到 在地的就是供应链 来帮助他等等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 就是说 那我们会尽可能的 让这些解决问题的朋友 来告诉我们说 他可以跟永续发展目标 里面的哪几项扣合 那所以这个就是 所谓的社创平台 社创平台呢 大家都可以直接看到说 我们在上面已经登记的这些组织 那这些组织也不限于 像以前说社会企业 一定要是公司形态 或者合作社形态 它也完全可以像是 四十分之一 那个移工 就是文教基金会 或协会 他们应该是一个协会 所以不管是合作社协会 部落工法人 等等这些 都可以直接在这个上面登记 那我们唯一希望大家有的 就是用世界的这个标准 就是17项永续发展目标标准 然后来说 你实际在解决的问题是哪些 以及如果你所在的这个市政府 有县市政府有推动 那个就是在地的VLR 就是地方资源检视报告的话 那你的这个做的事情 可以怎么样子去跟 在地的这个社会检视报告 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如果大家有上过 那个USRMAP的 就是大学社会责任地图的话 这个想法 社会创新平台跟 大学社会责任地图 是非常非常像的 那又因为说 这是用完全同一套SDG的架构 所以就是这边在讲的 教授的课程 我具体的建议就是 去用SDG的架构 重新结构 你要教的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2030年以前 大家都已经知道说 我们就是有这些事情该做 以全球的规模来讲该做 那所以你在看到在地的这些社会创新的事业 组织这些团队 在做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的学生直接投入这些工作 也是他学习的一个方式 因为他也可以看到说 那有哪些创新的方法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那另外就是说 学校在铺陈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比较永续的 因为对于学生来讲 他最担心的就是 他现在学到的东西 然后过了五年 过了十年 因为这个自动化技术出现了 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他就是本来学会的这个技能 那机器人就变成会做了 那但是我们这些永续发展目标 这些绝大部分都是结构性的问题 他不能够用一种演算法 一个机器 一个新的发明 就把它解决掉 如果可以的话早就解决了 不会变成全世界的结构性问题 所以就是这些大的题目的好处 就是他没有办法用简单的方法解决 没有办法用简单的方法解决的话 你如果在学习的过程里 是想要解决这些问题 那自然你也不会被一个简单的 AI演算法取代掉 那所以这个是比较future proof 比较永续的一个学习方式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建议了 一个是说 我们生化民主连接世界 尤其是今年开始 台湾这个branding变成是 全世界的人才都会愿意来 跟台湾一起合作 这个是要把握 那第二个是说 那我们在设计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要用解决全球性的问题的方法 来设计我们的课程 就比较不会变成是 好像只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这样的方法来构成大家的课程 有53位朋友们问说 数位发展是趋势 但是政府却带头养网军 怎么样避免数位发展 却变成政策的打授 当然这里面的网军 还是要稍微定义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讲的是 资通电军 那确实算是国军里面的一个编制 它拥有攻击性的这种能力 可以在不要说战争 就是冲突发生的时候 可以去瘫痪掉敌军的电战的能力 以及甚至包含他们的一些关键基础设施 这个是公开的 在这边讲也没有什么 那这个网军的定义是2013年以前 大家都是用这个定义 但是到了2014年选举的时候 莫名其妙跑出另外一个定义来 就是说在网路上面留言 来影响大家的认知 所谓带风向 网军变成那一个意思 那当然这里就有一个很调诡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这边就是从部会的角度 做出来这些刚刚看到的 这个很可爱的图卡 这支柴犬 它确实是正规的 就是编制里面的人员所制作的 事实上我认识这支柴犬的主人 他就是卫福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他的工作就是要去让卫福部 更能够听得到民间的声音 那甚至有人打电话说 我是一个小男生 我只有粉红色的口罩 不想去上学等等 去建议指挥官戴上粉红色口罩 而且说粉红豹就是他小时候的英雄 的也是这位朋友 也是这位会服务开放政府联络人 那他做出来这个图卡 当然就按照我们开放政府的信念 我们是抛弃掉著作财产权的 所以任何人他要把上面的文字抽换掉 然后翻成英文 或翻成这些新著名的语言 我们也都是绝对不会去告他们 事实上疾管署他们请了非常多专业的画家 把所有的疾病包含检疫的流程 什么之类都变成非常可爱的人物等等 那这个确实都是公共预算 但这个都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传播 在这边传播这些事情 它都是上面事实上是有打卫福部的logo 而且它就是不怕人知道 只怕人不知道 所以它是overt 不是covert 就是它是第一个是剧名的公开的 那第二个是虽然我们就是允许大家做二创 做个图去做各种各样的创作 但是最后它还是扣合到这个部会本身 它的政策的目的 那当然里面有一些像海巡署 是就是有时候就会管太宽嘛 可能是因为住海边的关系 那然后所以就是会稍微有一些擦边球 那这个情况下 当然这个民间的朋友们也会给我们监督 也会说海巡这样子写太过分了 那他们也会公开道歉 那像其实像教育部 其实之前也做过非常多让人印象深刻 像秀学号那个campaign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campaign 那但是教育部有时候也不免就是在 像那个什么前面女郎嘛 对不对 我那个时代还叫红蝶女 的那个致敬的漫画的时候 也会说 那这个不是加深性别刻板印象吗 然后就被洗版了 那结果他们又出来道歉 然后又把它变成就是比较 没有性别刻板印象的版本等等 所以就是说只要是具名的 而且有一个feedback loop 有一个让大家回馈的一个管道 我相信大部分的就是部会的小便都是愿意去修改的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出行其实就是要让大家用一个比较有梗的方法来认识这个政策而已 所以我并没有特别觉得说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网军 因为对我来讲所谓的网军它是有一个攻击的或者是有一个 就像当时最早2013年以前网军的那个丁一样 它总是有一个目标嘛 有一个打击的目标 它想要摧毁什么东西 只是说本来是说要摧毁就是对方的什么基础建设 那现在变成是什么攻击特定的人 所谓的出征嘛 或者是攻击特定的党派啊等等 那个也叫出征啊等等 那所以对我来讲 只要不是有攻击性的 那各位还是可以看一下 这只柴犬真的完全没有任何攻击性可言 它只是要大家保持三只狗狗的距离 不然要戴口罩 那所以就说只要它不是攻击性的 那虽然它是很好笑 但是它也许是开自己的玩笑 那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而且我也不会把它叫做网军 对我来讲网军就是要有攻击性 有攻击能力的才能够叫做网军 那这个部分我相信就是在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一些实际的例子上面 只要政府的公务员突然之间变成有攻击性的 那这个就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 那事实上我们发言也因为这样子请辞了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社会部门给公部门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讯号 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没有攻击性的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你不能够转成有攻击性的 因为这个有攻击性的网军 说到底事实上是就是如果真正发生什么冲突的时候 那个是作为国防使用 怎么会变成是对内使用 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也很同意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就是政府部会的小编来讲 我并不会觉得那是政府带头洋网军 因为他们的做法即使是海巡术 绝大部分是没有攻击性的 虽然海巡术好像也有就是军事能力 但是无论如何觉得他们的小编不是这样子 难得有一位校长是具名的张世大的 是是是 那张景岩老师说 如果让您当一日的中小学校长会怎么样子安排那一天 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我自己之前也是有到过 好比像说就是北镇实验中学 也有教过电脑也有教过书 那或者是之前的中资小学 那就是先利益揭露这两个都是我妈就是共同创办的 那所以当时就是也有去试试看体验 就是教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不过后来我有稍微看一下说当时我的教材教法 其实现在在网络上也都还可以看得到 我去北镇郊的时候 我大概就是做了一个 大家都可以写机器人的程式 然后让这些机器人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面 然后彼此竞赛 然后要抢棋子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类似像现在美可教育 但是只是在虚拟的空间 不是在实体的空间来办理 那我只是把那个互动的地方这个设计好 那又有一次我还是在北镇 是当时因为就是九二一大地震 还就是才过没有多久 那所以我就是实际去拿这个地图 然后去让大家模拟说 你要救灾的时候就是通讯的方式 有没有哪些通讯的方式 那民间的各个不同的社会部门组织等等 假设就是有点像是模拟的状况 你是一个慈善团体 或者是你是一个市政府 或者是等等这些 那你要怎么样把自己的通讯能够 我们用真实的数据来模拟看看 你能不能够就是这个重建啊 或者抢修啊等等 能够做得比较好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 其实我的做法大概都是 让大家更了解一个题材的方式 就是把我所知道的关系这件事情的 全部都用一个模拟的环境 公布给大家知道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其实也不需要我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有点像玩桌游一样 所以是就是拿那一套模拟器 然后就自己开始玩了 其实我现在就是入阁 也是一个很类似的情况 就是大家在我们的网站 pidis digitalminister.tw 以下就可以看到说 我入阁到现在已经开了 1500场的会议 那已经跟6000人讲了 30万4664句话 那所以这也有点像是 刚刚讲的那个模拟的情况 就是大家就可以直接从这些记录里面 那这些记录 其实不是传统上面讲的那种会议记录 就是只有出席的签导表啊 然后稍微讨论的事项啊 然后就做结论 这边所有的事情就包含像什么 护照效力及时查询机制啊 或者是行政院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啊等等 你就是类似像是清零现场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每一个人讲了每一句话 全部都是公布在这边 那也可以做群文检索 也可以做各种各样子的资料 所以我如果只有当一天的校长的话 我大概也就是会引进这套系统 然后确保说大家都能够去使用这套系统 然后很自主地去把我们平常在校务里面 那些比较重复性比较容的这些行政作业 看能不能够运用这些自动化的系统 然后自动帮我们去完成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说 只要每一天能够省到每一位同仁 可能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 那他自然就多了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 来想创新的方案 那这些方案如果又可以再帮其他人 省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的话 那到最后就会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就是大家大部分的时间都变成是 比较是人跟人在相处 而不是说一直要做一些 很重复的灯打和销 什么等等的这些事情 所以就是都是从行政流程的自动化 职务流程的再设计开始 那像我们有的这样子的一个主字稿之后 很多时候我们的承办的同仁 就不需要一直接电话说 这个政委到底几月几号开的会 他还会上什么才试 才试稿我都看不懂怎么办 之类之类 因为大家都会学到说 那你回去看这个主字稿 所有讨论的脉络都已经在里面 所以我刚引进这套系统 就是四年前 就是2016年10月 我到11月 我就在PTT这个BBS上面 接到一个站内信 有人来感谢我 然后说他非常感谢我 省了他非常多的时间 然后一看他是审计部 这是监察院的同仁 因为他就是要追踪特定的行政院 当时应该是社会企业行动方案的做法 他没有办法一个一个 十二个部会去访问 但是后来发现说 原来这些部会已经来跟我报告过了 经济部劳动部到底做了什么 那这个报告因为有主字记录的关系 所以所有的利害关系的名字都在上面 所以他瞬间就可以直接 可能把我的这份主字稿当做附件 就可以完成他的审计部结案报告 所以可能省了他两天以上的时间 所以在当时我就发现说 原来这个不是只省行政院同仁的时间 原来监察院也可以省得到时间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就觉得说 这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后来不久 司法院也打电话来找我说 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协调一下 法务部的院检之间的卷证交换 因为之前他们都只有说 纸本卷才是真正的卷 电子卷只能参考而已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这边明明是列印出来的一份纸本 交换到司法院之后 他们还要重新扫描 扫描还要改错字 而且他扫描到一半的时候 说不定这边还没有当年扫描完的 他还要自己再把卷调回去 所以到最后 就是因为两边都会增加新的附件 所以到最后就会变成是 两边都会对同一个资料各扫两次 所以就是一份资料会变成扫四次的 这种很奇怪的情况 但是当然可能大家没什么感觉 是因为有公共行政替代仪 所以就说替代仪是万能的 所以反正什么都可以做 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公型替代仪接下来就没有原额了 几乎完全没有原额了现在 所以他们就面临到数位转型的压力 所以其实促成数位转型 最大的一个推手就是替代仪的退场 对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就问我说那能不能做一个数位的院检交换 那我说当然没有问题 后来我就去做跨院协调等等 那我提这些小的例子 就是每一个其实听起来都不多 就是省承办的同仁一天 也许省到十分钟的时间平均下来 可是就是莫以善小而不为了 就是你一天下来这样子做个十个 那其实平均起来你的同仁就多了一小时 所以就算我只当一天的校长 那只要这个文化有继续这样子传承下去 我觉得各位校长也许也都可以参考 就是大家就可以用更多的时间花在去想 这个流程到底可以怎么样改善 而不是说卡在那个流程里面 有58个朋友们问说 假新闻跟错误讯息的分纪到底在哪里 行政院提供错误讯息 对社会造成的巨额成本应该要怎么改善 我们是不会用假新闻三个字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中文里面 news 新闻journalism 新闻业或新闻工作 或新闻学完全是同两个字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当你在讲假新闻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在讲的是 新闻的工作者只是他产生出来的内容不实 还是不是新闻工作者 他用新闻的题材假冒新闻工作者 做出来的事情 还是其实他是新闻工作者 写出来的东西也对 只是编辑给他下了一个不对的标题 这个有时候也会被叫做假新闻 那这三个我们可以看到 操作型定义上是不重叠的 不重叠的完全三件事情 但是用假新闻三个字都有在用 就是实际的用法 那所以就会变成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讨论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是不会用假新闻三个字 那我会用所谓的假讯息危害 那假讯息就不只是错误讯息 错误讯息讲的是它不实嘛 那但是我们说假讯息它是包含不实的部分 但是也包含它是有意识的部分 那就是它是恶意的 故意的 而且它造成公共的危害 所谓恶假害 那这三个都要同时符合 我们才叫做假讯息的危害防治 那这个恶假害如果不是都符合 好不像它是善意的 它只是搞错了 或者是说它是故意的没错 不过它讲这件事是真的 那或者是说它是故意的 它也想要造成危害 不过到最后没有人理它 根本没有人分享 那所以总之就是无论如何 除非恶假害三个同时构成 不然的话不会把它叫做假讯息 也不会特别去处理它的危害 因为本来这个就是大家都可以揣测 揣测本来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定义 如果找恶假害的话 是很容易找得到的 另外就是行政院提供错误讯息 对社会造成的巨额成本 那大概有两个 一个是说我们当然要及时的更整 我们如果讲到一半没有讲清楚 或者是说我们就是举了一个例子 但那个例子跟我们要讲的事情 是不相干的等等 那如果做了这样子的事情的话 当然要立刻改善 立刻道歉等等 这个大概都有做 那第二个是说 我们也要确保说 大家在实际收到 行政院的讯息的时候 是有一个脉络的 为什么刚刚那个逐字稿那么重要 就是说可以保护我 不会被断章取义 大家看到说 我的每一次的访问 每次的访谈 如果你发现说 这个唐凤讲的话 怎么单独看起来那么奇怪 好比像说 唐凤冒号政府不要造谣 这个是一个实际的 出现过的一个表题 但它是有一个脉络的 那个脉络就是在讲说 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建立一个 就是随时都是 以开放资料的方式 然后一开始就坚定 大家对于这个资料搜集 以及分享本身的信心 而不是对于特定的人的信心 所谓的对事不对的人 那像我们当时去设计 就是让每一个药局的口罩存量 公开的时候就是如此 不是大家特别去相信 健保署的署长 或者是相信药师公会的理事长 或者是相信我们的陈指挥官 虽然当然他们都是很值得信赖的人 但大家相信的是自己 也就是说 我们在实际排队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手机 然后直接去看说 原来在我前面的人 刷了他的健保卡之后 那么孩童就从196变成176 表示他买了两份小孩的口罩 那因为我们每几分钟 最多三分钟就会更新一次 所以你不需要相信我们 你只要相信你自己的手机就可以了 那你的手机就会告诉你说 那三分钟前 大家到底实际买了哪些东西 当初就是在刚开始实名制的时候 是每30秒钟就更新一次 所以重点不是要大家来相信行政员 而是行政员要相信大家 要把我们手上的资料 不是每天中诊之后公开 而是每30秒 或者每三分钟中诊之后就要公开 那这个是Open Data 到Open API的一个最大的差别 API就是即时性的 这种Open Data 那只有这样子 大家才能够实际来看说 我们到底哪里做得不够好 好比像说 像之前有一位委员叫高红安 他就咨询我们的微服部长 然后就真的是拿开放街图 就是刚刚讲说 各位的同学都可以鼓励他们 去画地图的那个社群 开放街图社群他们有分析到说 虽然乍看之下 每一个药局的存量 好像是比较平均的 好像是公平的 但是如果你运用开放街图的 那个导航的功能去算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不然 就是在很多比较偏乡的地方 乍看之下 他离那个药局 就是在地图上的距离 是跟都市是一样近 但是他如果 尤其如果他只能搭大众运输的话 他其实要到那个药局 可能要付出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成本 所以所谓的公不公平 如果你用时间来算的话 其实是不公平的 只有用距离来算的时候 才是公平的 而这个距离又是直升机飞的距离 并不是大家都有直升机 所以后来他就这样子来质询 因为我们是双方手上拿的是同一份资料 所以当时这个陈中指挥官就说 那委员可以教教我们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 因为接下来我们就真的跟开放街图的社群去合作 也一起去研发出 就是更公平的配送的方法之外 那也是让就是24小时的便利超商 都可以实际的去取货 那后来高原就很高兴说 昨天直询明天就改善了 那所以就是要这样子的一种 就事论事的概念 这样子大家就不会有什么党派的这种分野 因为大家毕竟都是想要让所有人都能够拿到口罩 那但是如果变成是说 你相信一个人 而不是相信这些数据 因为双方的数据不一样的话 那当然就会变成你喜欢这个人 跟不喜欢这个人 会在网络上面开始彼此攻击 那其实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大家提出可行的修正方案是比较重要 大概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改善 有64位朋友们问说 对于政府开放美术进口看法如何 台湾的数位科技发达 有没有可能运用数位科技来分辨莱猪的问题 解决人民选择的疑虑 确实是有可能 我们在之前就已经有看到很多店家 或者甚至很多进口的厂商 他们愿意自主地去释出这些资料 那我觉得这是很棒的 因为在以前就是来牛开放的那个时候 大家都还是就是一片全部赞成 或者全部反对 是几乎完全没有这种讨论的空间 那现在也许一部分是因为 有口罩地图的经验 确实有很多人开始说 那我们的这个恩章EQ 主要是那个EQ的部分 有没有办法去做溯源 我最近有看到那个推特上 有一个我朋友的朋友 他po就是就是他有一盘什么 好像是什么鱼 这是一个自助餐 但是上面有那个就是溯源 他扫了QR Code 就可以看到这只鱼 这个是两天前还活着的时候 吃了什么饲料 然后每天吃什么都可以追踪得到 那所以一下他就不是很想吃那只鱼 他有感情 那我是不吃脊椎动物了 所以就是鼓励这个朋友 但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我们确实透过这个EQ 它可以去让大家看到说 到底就是这样子的配送的过程也好 它的冷练 它的物流 它的养殖也好 到底是怎么样子做到 那在这个中间也有很多 让第二方参与的方法 那以及让第三方一起来验证的方法 那二方参与就是像 一面排队买口罩的时候 一面来看口罩地图上面的数字 没有错掉吗 三方验证就是有公信力的单位 然后来去进行抽查等等 但这些都是建筑在说 大家手上真的有一个地图 那这个地图可以让 不管是标明是 就是只用特定的国产主 或者是等等的这些店家 那跟从进口商这边来的这个资料 能够好像图层一样互相叠合 那叠合之后 如果中间看起来有所误差 有问题等等 那就有点像是农委会的跟经济部的 跟环保署的三个地图叠在一起 那农地工厂就无所遁形 那这个民间也有一个叫透明足迹的 就是把这三个图叠在一起 然后就开始可以去实际去那边 或者甚至飞个无人机 然后去看他有没有在营业 那这个部分真的 台湾的公民社会的能量是非常强 那我也觉得说 我能够做到的就是类似像之前协调那个口头地图 或者中间帮忙透明足迹去进行协调 一样确保说每个部会相关的图层 都是用一致的更新频率来释出 那这样子的话 民间就也许之后很快就会有一个像抓宝可梦一样的活动 能够去追踪这个猪肉的流向 那这样的话才真的能够达到参与时延正的这个目的 有74位朋友们问说 唐谱委员您好 随着资安议题也越被重视 甚至未来战争的形态 可能转变于为资讯战的情况 想请问是不是台湾应该培养更多的资安人才 类似于国军的情况 以及该如何培养 确实就是已经有自通电军了 而且自通电军当然不是我督导 因为国防两岸外交等等 那个是总统府国安会那边的事情 但以我的了解 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觉得说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职业 这也就是让我们发现说 我们在做大部分的公共工程的时候 当然我们都会做一些限期规划等等 所以我们做数位的工程的时候 就好像之前做长隧道 都会请一些专业的放火的朋友 这样讲好像很奇怪 但就是做消防模拟的朋友们 实际到那个隧道里面放火 然后去看说火灾发生的时候 它的排烟或者是它影响视线 或者是等等的这些情况 在模拟的那个model里面 跟实际正在盖的这个隧道 到底有没有什么差别 那这个其实就是很好的超前部署 因为之后如果真的发生火灾 不管要疏散 要通讯 要怎么样 其实我们都可以用当时模拟的那个参数 而且我们知道 是已经有实际来放火的人来验算过了 那所以同样的在资安这边也是相同 我自己就是带到行政院里面的一些系统 Sandstorm这个系统 Police这个系统等等 都有请就是白帽海客 然后实际的来进行 类似这种放火 就是渗透的测试 那因为这些都是公开的嘛 开放原始嘛 所以他们也都会公开的说 那我们找到了几个问题 一方面对他们在业界的那个名声很有帮助 那二方面也是说 确保说他们也可以收到足够的收入 那就比较不会 你知道陷入原历的黑暗面 不会变成黑暗五十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 一方面确保说我们正规的预算 资讯预算里面 大概5%左右 5%到7% 就是专门给这些刚刚讲到的资安人员来使用 所以要怎么培养 就是实际解真正的题目 那整天就是 因为我们都是一战待训 其实并不是什么 未来战争形态 就是整天都已经有很多的攻击 所以他们就可以实际去看说 怎么样对付这样子的攻击 那二方面是 如果他们真的对国防有兴趣的话 那接下来就是 会有一些拼战转换的一些方法 或者是他就可以加入 自动电局等等 这些都是很棒的发展的方向 所以就是欢迎大家培养更多的白毛海客 有75位朋友们问说 唐委员您好 今天口罩很特殊很漂亮 想请问您许多媒体都以所谓 首位跨性别政委 为题来报道您 想请问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 又是如何认识自己的 其实当然 当然在世界上面都有很多耸动的说什么 这个第一次男性别政委员 等等 那当然就是我不会特别去避讳讲这件事情 不过我有时候也会纠正对方 说应该是说 the first openly transgender 因为说不定世界上很多的阁源都是跨性别 只是它没有公开讲而已 那我是主要公开讲的 那对我来讲 因为我自己经过两次青春期 所以对我来讲 我并不会脑里觉得说 好像一半的人跟我比较像 然后一半的人跟我比较不像 就是对我来讲 我的社群就是homo sapiens 就是现代制人 人类啊 人族这个社群 那我觉得这个也会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不是只有在性别这个题目上面这样 在跨文化上面也是这样子 那像之前有一个德国记者嘛 不是来问我说 你觉得台湾现在弄这一套啊 是不是表示说这个 这个中国人是适合在数位民族啊 那然后我就说 这个这个是证明说 台湾是证明说这个 homo sapiens是适合在数位民族啊 对 就是证明说人族啊 适合数位民族 那这个也是同样的概念嘛 就是我不会觉得说 世界上分成 Chinese non-Chinese Taiwanese non-Taiwanese 我就是觉得说 那就是大家都是人族嘛 祖国大陆 就是非洲大陆嘛 那路西子孙嘛 大家都是路西子孙 对那这样子的情况 我真的有去伊索比亚 有去阿迪斯阿贝吧 所以是有去寻根嘛 之类的 那总之因为大家都东非出来的 对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我觉得 我所做的这些社会创新 它的普世性就会比较高 不会变成说好像我专门去帮跟我相近的人 然后去牺牲掉跟我比较远的人 反正只要是人族啦 那跟我就差不多近 大概是这样的做法 所以这是我看待自己身份的方式 好那我们到五十分嘛 所以可能只有时间再回答一个问题 有73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唐正伟 这个对于AIoT发展的看法 以及科技发展未来性的想象 那我也顺便回答一个追问的问题 说会不会怕我电脑手机里面的资料 被该产品公司来回传利用 那先讲这个就是负面跟正面的部分 都稍微讲一下 确实像这台iPad 那它是有人脸辨识的功能 它有Face ID 那大家刚刚也看到 我上台前稍微拖一下口罩 然后让它用脸孔解锁 那为什么我没有很担心 这个就是被生物识别呢 当然有两个理由嘛 一个是说它的这个晶片 它是很明确的去规定说 它只会收集我这个人的照片 那这个照片就是放在这个晶片里 它是纯粹在端的 它没有任何云的部分 那这个纯端的这个照片的收集 也只是用来解锁 它也不用来做任何别的事情 所以它是单一的收集 那在端上面的处理 然后只有一个利用情境 那然后当然制造晶片的厂商 就是我们好像也认得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是比较可以接受说 好那它可以收集我的照片 但是如果今天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我发现我只要断线了 只要连不到WiFi 那连孔解锁就不管用 那这个时候就问题就很大了 因为这就表示说 它是先把我及时的 甚至包含在旁边 不小心被拍到的人 全部都传到云端 然后在云上面计算之后 再决定要不要解锁 那也表示说 如果这个网络今天被shadow了 或怎么样 那我连这个解锁都做不到等等 那这个就是问题非常的大 所以就说云跟端要分开的计算 如果是AIoT的话 我自己是把它 AI的那个A 是叫做assistive 辅助式的科技 其实我们对于辅助科技有非常长的时间的经验跟研究 严格来讲 我戴这个眼镜也是一个辅助科技 它是帮助我看得更清楚 那我阿嬷带个助听器 那也是因为她88岁了 听得不是很清楚 助听器是帮助她听得更清楚 那辅助科技它一定有两个特色 一个叫做alignment 就是说它是以戴的那个人的最佳礼仪为出发点 绝对不会说我戴个眼镜 然后看一看 突然跳出一个盖板广告 倒数十秒钟才能关掉 那样的话就不是alignment 所以就是说第一个辅助科技 一定是以被服务的那个人的最佳利益出发 那第二个是说它有accountability 就是说如果它坏掉了 就是突然之间我今天戴上眼镜 发现说我为什么看不清楚了 那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等等 那它要给得出交代 那它怎么给得出交代呢 我就是带它到附近的某家眼镜行 但是那个眼镜行 不需要是当初做眼镜的公司 也不需要是研磨镜片的公司 任何人其实只要有受过 这种眼光师的训练 它都可以帮我看说 原来是笔电歪掉了 还是什么近况松了 还是什么之类 也就是大家都可以修 不需要说它现在付个五万块的授权费 它才可以修 那这个就是自由软体的意思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把它拆开 发现到底哪里坏掉了 然后稍微改一改 然后把它修好 而且修好的版本 还可以自己再传递出去 所以对我来讲 只要它同时有alignment 跟accountability 它是自由软体 那就不用特别担心AIoT 就算它一开始 只有在云上能够执行 好比方说GCMeet 它本来是在云上执行 但是因为它是自由软体 所以我们也看到 很多的学校的教务主任 或电脑老师 他就直接找一个 就是之前已经被淘汰掉的 一台旧电脑 就直接开始跑 GCMeet的这个视讯的解决方案 所以如果它是自由软体 是accountable的话 从云移到端上 就非常的容易 那这样的话 在AIoT情境里面 才能够确保说 各位的每一个学生 只要看不顺眼 校园里面的任何事情 它都还是可以去改 不会变成说 因为它进入AIoT的世界 就变成它本来 大家可以集思广益的 变成反而 它没有办法去参与式的 去进行学习 那大概先回答到这边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来邀请到我们行政政务员 我们的唐凤委员来以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的数位社会创新主题来进行分享 我想大家都会觉得我们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好像还有很多问题都还没有 还很想要问 那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张副校长 来代表我们彰化师范大学来执政礼合 也谢谢我们唐凤委员 我们知道那个DSI是近年来我们关注的一个新概念 那今天呢 借我们的slido的互动模式 那我们了解到我们的教育 弱势民生经济以及保健等 国际永续发展的社会挑战 好 那我们再次呢 以一个热烈的掌声来谢谢我们今天的数位社会创新精彩的讲座 那同时呢 今天下午的体验课程呢 由彰化县的智慧联网教育中心 资料中心以及科技教育中心的科技辅导团等负责来规划 那将带领我们在座各位的全线校长 首座体验八组的科技课程 以提升领导的素养 打造智慧化的校园 各位校长辛苦了 那我们今天下午 还有那个八的地方的研习 等待大家 好 那那个您今天呢 有停车在我们张试大停车场的 那个优惠停车卡 就在我们的服务处 也请我们今天有停车在彰化 师范大学的那个停车场的校长们 记得 那再次感谢我们彰化师范大学 提供给这么优质的场地 谢谢所有的师长 谢谢副校长 以及谢谢所有今天参与的同学 那我们今天下午的体验活动 第一组是在我们彰化师范大学的 AIOT中心 第四组是在张安国中的科技中心 第五组是在福兴国中的科技中心 第六组是在浦兴国中的科技中心 第七组是在田伟国中的科技中心 以及第八组是在 厄林高中的科技中心 好 那我们的那个午餐呢 会在各组的科技中心用餐 会在各组的科技中心用餐 我们有保留 从现在开始 11点到12点的时间 那各组的校长呢 您到我们的科技中心 一组到八组的 刚刚司宜所报告的科技中心 报到同时领取便当 谢谢 我還想去站在那